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新一集的《股壇思見》 我是主持梁君宇 身邊有蕭穎清先生及C基金基金經理李浩德 錄影時是12月31日下午2時半 港股已收市 全年計2020年恆指略下跌3.4%左右 今集節目,先回顧今年的資產狀況 再展望一下,2021年宏觀上部署如何 或先由C生開始,C生2020年 你自己投資,做成怎樣? 有沒有一些好的地方,或檢討的地方? 其實2020年開始的時候 不利消息都幾多 一個是,之前那年有社會運動 香港相對撕裂 政治上有很多後遺症 接著又有疫情 尤其在開始的時候 我對房地產都看淡一點 因為政治問題對不動產影響比較大 但實際上香港的房地產 去年,我們看過中原城市指數 跌了1% 證明市場的參與者和媒體上 或者一些政治領袖的估計 是有不同的 最初我看到很多說法 因為政治問題 很多人會離開香港 很多資金會離開香港 在美國的打壓下 香港的功能 亦都會無法發揮 尤其香港功能 在中國經濟的外循環 扮演角色比較多 因為有一個時期,中國自己都說 以後可能外循環就會受到一定的制約 中國要靠內循環 所以,都覺得香港不是那麼好 但是,樓價沒有跌 股市升很多 股市,我記得在這個節目 今年年初已經開始了 我沒有看過 我只是說 QE 資金這麼多 可能 資產價格就會上升 我記得當時,我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 美國的經濟都受到很大衝擊 但是,美股都是上升的 所以,我認為這種情況 都會繼續 股市今年是太好的 事實證明 C基金在浩德的減股下 其實都表現不錯 我們會看到,主旋率是上升 你才會進取一些 C基金今年的表現相當不錯 有多少升幅 應該去到30% 因為最新的,30億美元 因為A股仍然在交易 去到昨天,今年全年回報扣除費用 都超過五成 過了50% 如果計算費用,應該有六成多七成 不過,客人至少有五成 算是做得不錯 我們相信市場 會做得不錯 才會進取一些 才會有這樣的成績 限指跌了3.4% 3.4% 而我們就有50%國外的增幅 其實是很難得的 我自己做投資 很少出現過超越的 Benchmark 這麼遠 當然今年恆新市數 其實就比較慘淡一點 但是今年其實你見到 我先說一下 我說整體 其實因為貨幣因素 看回好一點 對香港今年看得相對好一點 後果都出來了 但是我自己看 2021年 還會有比較明顯的變化 2020年靠貨幣因素比較多 2021年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對中國的態度 會有一定的轉變 這是什麼原因會轉變呢 我是根據形勢 不是說一雙情願的 第一樣 我覺得美國在過去那段時間 是出招頻頻 而且是招招都很大力 如果你是招招分開 一招兩招慢慢洗 你可以洗很多 你現在全力以赴 這樣去制約中國 效果有多少呢 就很快會顯然 如果你說 我還有很多招未出 就說 你都已經出了這麼多招 又不讓華為賣5G 又要限制芯片賣給中國 又要自製挑動賣盤 又限制共產黨員 去美國 很多官員又受制約 其實已經出了很密 其實已經出了很密 問題效果如何呢 最初大陸都估計 外循環會受影響 但實際上中國的貿易數字上升 盈餘上升 資金繼續流逆 直接投資又流逆 金融市場又流逆 人民幣又升值 甚至在外交上 和東盟和歐洲 都有一些突破 所以美國 做這麼多都沒有效 為甚麼 說它沒有效 美國自己都有數字 外貿是否赤字少了 本地生產是否增加 不是 以前連聯合國都要制裁 又說不去世衛 要脫 拜登上台說要回頭 所以如果特朗普那些招是有效的 選民都不會選拜登 有效的招 就繼續做下去 效果不明顯 所以拜登上台 我認為 一定不是全部走在特朗普那一套 他對中國 中國威脅美國是一個現實 他不會變的 但我見拜登說 美國不可以經常靠阻礙別人前進 美國要自己進步得快過人才行 這麼漂亮的說話說出來 就是 將來美國不會做太多阻礙別人的事 而是要自己快過人 其實是為自己改變 那個套路 做一些編排 所以我認為 美國 現在其實是 出了這麼多招之後 其實發覺都挺累的 另外 打痛別人 可能都痛的 發覺自己都傷了 所以我認為他會需要回氣 轉換模式 透透 所以今年 中國遇到的阻力會少 2021年會少於2020年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對香港也相對有利 香港如果沒有外循環 香港角色真是少了 要回去內循環找角色又要轉型又要更麻煩 但現在發覺 中國的外循環 不單止沒有萎縮 可能還增加了 所以香港的經濟前景 可能會比原本預期中好 在這樣的情況下 投資市場 是要重新定位的 之前 中國即將崩潰 又來支爆 大家都在對中國概念方面的投資 現在要重新定位 我相信2021年 投資市場一個主旋率 重回中國 如果這樣 A股那些會好 中概股會好 資金會流入 中國市場 人民幣會相對強 人民幣的資產 會受歡迎 這是我一個 比較大方向 雲觀方面的看法 師生,聽你這樣說 其實你對中國經濟 夏年相對是樂觀的 浩德,你怎樣看 我們過去幾集的節目 都曾經提及過 外國市場對A股投資 過去這麼多年都開始不太熱衝 會不會這個轉變 引來A股或港股 一個比較大的劇變 我自己都覺得 2021年 應該港股A股會跑贏美股 雖然香港很多人 跑贏美股 因為近幾年 香港朋友很多 都覺得 美股經過這幾年 氣勢如紅 賺錢容易 但我的判斷 可能未來一段時間 A股港股的勝算都不差 2020年 真正看A股 已經不太舒適於美股 都是美股 納斯特克指數升了四成 如果看我們深圳創業版 其實升幅是更加高的 所以 在未來2021年 除了阿士山說過 政治上高 國際政治上高 可能有比較利好的變化之外 中國的經濟 本身在全球的復甦當中 是走得比較前 所以 這件事 對實體上公司的盈利 投資環境 其實都是利好 只是2020年下半年 我覺得 中國的一個比較大的取態 不希望在這段時間 再次衍生一個 比較大的經濟泡沫危機 所以 他相對於美國 其實在放水的態度上 是比較修煉的 當美國禁止利率 10年息 不夠1厘 其實中國大陸 是2、3厘 下半年之所以 你見到比較平淡一些 是因為 中國本身 雖然有放水的能力 但是他比較修煉 我覺得是限制了勝負 相對於美國 沒有人派 即是國內禁止了勝負 中國大陸的經濟是好 所以他禁止了 美國是差 但是靠放水 還要派 每人派2千元 給他炒股票 未來一年 我覺得 就會變化 第一 中國 假設疫情等等 會有任何 拖延 其實本身中國的經濟能力 是高的 可以再次刺激的機會 大 甚至乎 從12月開始 國內的資金 已經比 之前的幾個月好 亦都很明顯帶動了 在12月 A股開始有一個比較上色的動力 所以 其實這個勢頭 我覺得會一直延續到2021年 就是經濟實力強 而使於 中國本身對流動性 不會收得太緊 收得太緊 其實本質上是好事 你是不需要救經濟才會收 如果流動性 好像12月開始 你看到這個勢頭 是可以緩和 但是每一次過往 A股或港股的周期 如果流動性能夠好 其實中國或香港的股票 不會被美國輸蝕 浩德都非常樂觀 我再問問施生 施生 2021年有一個大的轉折位 你認為是會全年年初發生 還是某些時間 可能在年底或年中發生 我覺得 年初已經會發生 因為 年初 拜登已經上場 拜登會用什麼人 會用什麼策略 就開始會逐步看到 中國現在做得好一點 有一些說法就是 靠疫情所持 因為疫情令到其他國家 無法恢復生產 會買中國貨不可 美國其實是買多了中國貨 他自己又不能出產 其他的供應 又不能供應 唯有買中國貨 問題 我相信因為疫苗的普及 有機會到下半年 世界經濟陸續恢復 會不會去到那時 中國又被美國咬住 制約他要和他撤斷關係 很多事情都不光顧他 還是在這段時間 世界發覺 從中國訂貨 仍是相對有保障 供應穩定 質素穩定 被人吃了下去 不一定這麼快會轉出來 所以我說下半年 當疫情正常之後 就會看到中國 持續發展的能力 在疫情之後存不存在 如果在疫情之後 發覺 不電了 可能上半年的升幅 到下半年就要有所修正 上半年比下半年好 如果發覺 這麼多棍毆下去 他仍是有活力 我想說經濟增長 當然沒有現在第一季那麼好 據我內地的 合作商人 內地的情況了解 內地第一季的經濟增長 是會有雙位數字 這些數字出來 所以我說上半年 就會好看 問題是下半年調不調整 調整一定調整 問題是調整到什麼水平 如果調整到 有5、6 這些水平 中國是可以 在疫情之後 都維持疫情前的差不多情況 可能會繼續上升 中國經濟 在這麼大的制約下 還有5、6% 就相當不錯 但如果下去 只有3、4個 別人覺得不錯 3、4個外國哪裏有 剩下1、2個 都算是很正常的 但如果中國經濟 跌下去 1、2個甚至沒有 那就大件事了 那就大件事了 實際上是疫情那段時間 特殊因素下 你才有好處 我認為只剩下1、2個機會 比較少 有5、6個機會 是不可以抹殺 因為很多國家在疫情後 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現在大家看到 不太嚴重 GDP 都是回落 3、4%左右 你們看的 是流動漲 不是資本漲 資本漲 其實很多公司 虧損很大 有些倒閉 其實這一役是很傷的 要回頭 不是那麼容易 如果其他國家 不是那麼快回頭 中國就有一個有利的環境 食住之前 戰具下來的市場 繼續有一個比較好的增長 所以年終可能這個轉折位 要投資者要關注 我想問回浩德 剛才提到 你預計2021 中港股市有機會贏美股 但譬如我們集中港港股 大家都是說恆生指數 但恆生指數以外 都比較多屬於類似是價值 或者傳統的公司 你這樣看 可以跑型微股 是否你認為 傳統公司下年的股價表現 其實有機會是會跑上來 我覺得 好像早一兩集都有說過 我都有點相信 施生那種K型反彈的概念 具體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 現在世界變得比較複雜 真的不能單一指數 去反映到很多東西 因為正如2020年 指數 表現差 但其實投資機會多 2021年同樣出現這種情況 我相信 兩極化會更加明顯 但我覺得2021年 由於 中國已經明顯有正常的經濟復甦 全球可能是萬多個月 但如無以外2021年 都是一個復甦的年度 當然 那個速度 剛才先生說過 可能有快與慢 但主旋復 都是經濟復甦 變成資金又好 或者機會又好 變成多些行業都會受惠 去年2020年 因為所有資金或者生意機會都集中在新經濟和科技裏面 我自己覺得2021年會更多 甚至我們自己 私基金一直都說 配置上高 我覺得 2020年 你買了新經濟 就贏了 所以我們都贏了不少 但明年我覺得一些傳統或者非新經濟類的 機會都會多 對於我們私基金來說 不是單單買指數 真的可以在不同行業當中選擇一些比較好的機會 我覺得整體2021年 我們都會看得好一點 兩位分享完對 下年的橫觀或者整體看法 會否可以具體分享一下 你們的組合如何 施先生 我知道你一向都有公開 不同資產的配置組合 2021年你會如何分類 基本上我覺得現在最差的就是持有現金 因為人家猛印 你看比特幣都升到28,000多 我認為它是毫無價值的東西 又沒有政府背負 又沒有什麼罵 可以支持它的定力 但是一樣是晚升的 就是人們對銀子有恐懼 所以我認為現金 我就會持有最少 只有一部分流動性就算了 另外債券 如果你的息口已經去到這麼低 再跌的機會相對少 如果升了一點債券的價格就會下跌 所以債券我都是持有第二小的 就是10%左右 另外幾個資產就是黃金、物業、股票 黃金本來是美元跌 但最近黃金對美元的敏感度開始降低 加上之前特朗普在樹的時候 風險相對高一點 他出的招、他做的決策 其實很多時候都撥離常規 所以黃金的吸引力會大一點 但是如果拜登上場 疫情又過去 我怕整個風險就沒有那麼高的時候 人們可能持黃金的意欲會降低一點 所以黃金我現在都會多過債券 15%左右 就沒有之前那麼進取 另外就是股票和地產 香港的經濟情況 前景很轉 政治相對穩定之後 以及有內地的資金下來的話 香港的地產都還是好 但是會沒有其他國家的地產那麼好 亦都沒有股票那麼好 因為股票實際上是一些經營 如果它做得好 它會有利潤 有些公司會比一些做得不好的公司的差異 會比較大 地產就 大路一點 接近一點 股票因為企業不同 不同的差異是可以大很多的 譬如有一個好的基金經濟 幫你選擇一些好一點的股票 表現是有機會好過地產的 所以我在股票方面 可能就願意佔多一點 地產方面有4乘3乘15 現金5 債券10 黃金15 地產30 地產30 股票40 股票40 至少7成都是新經濟類 或者前景比較好一點 一些炒股值的復甦 或者傳統經濟 我想我都會參與一下 可能我暫時的想法都是3成 7、3比 至於區域分佈 我自己覺得 A股我看得不錯 尤其是A股在第一季動力會很強 我覺得 看得最好是A股 美股雖然我覺得 相對於港股和A股差一點 但我覺得 有部份都有些投資價值 未必會是一個大的泡沫 但我覺得如果要我將資金排列 我認為 A股港股 第三就是美股 所以兩位嘉賓 下年都是一個比較進取的排列方法 最後跟大家說一說 雖然分享了我們的看法 但事況不斷變 未來一年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股壇思見 去不斷追蹤我們的嘉賓的看法 去更新投資組合 今次謝謝大家 如果大家有資金有興趣 不妨去我們的網站 或者打電話 去我們查詢 我們2021年再見 拜拜 謝謝大家 理想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